今天是上杀牛,搞了几根好东西 这么粗的骨头骨髓肯定不少 正好唐绿来我家玩了 今天咱做个麻辣牛棒骨 尝尝我的手艺 用这个键是要比雅琳有动力多了 练完还能吃 哇塞,这好疼啊 看这骨髓跟草莓冰淇淋似的 用清水泡一下 这都是骨粉啊 多来点菜点油 正常三年的干黄酱 半块儿火底料 慢慢给它熬化了 这油沫子真大呀 葱姜蒜爆香 麻椒干辣椒 白芷桂皮小文像等香料 都给它炒香了 加这么清水 放过去水泡的差不多了 锅还是太小了,放进去五块 调味来点盐 鸡粉 白糖少来点 老抽酱油上色 蚝油 这里面有骨髓 水开之后小火慢慢炖 已经完全烂火了 煮了凉在旁边带来的黑火泥面 直接抱着啃吧 回来一块儿 哇 已经人来脱口了 还是带点这个金头饭和牛肉 口感好啊 一点儿不馋 非常热补一面也够爽啊 嗯 相当不宜 可以配上你大家腌的这个糖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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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不宜 可以配上你大家腌的这个糖蒜 包的这么严 一个圆猪体质是啥呀 抬开看 原来是一只小猪 还有大螃蟹 今天咱让这里做一个网友推荐题材 乾坤烤猪 烤猪 调一个烤猪盐 白糖 鸡粉 味精 五香粉 玫瑰腐乳 来点儿汤 南乳汁 蒜蓉 排骨酱 猪猴酱 花生酱 芝麻酱 辣椒粉 料酒 妈妈的花生酱油多来点儿 把料抹匀 都给它腌大味儿 腌五六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来调一个脆皮水 待会儿烤的是又脆又凉 麦芽糖 红醋 搅化就能用了 铁骨穿进去 固定到脊椎骨上 虾蟹塞肚子里 把口缝入 真是不会裁缝的厨子 不是好厨子呀 先放这个架上 把皮烫一点 一汤就更光滑了 晾干刷上脆皮水 又刷匀了 把肉菜薄了 你细致刀剁 中火先烤100分钟 现在差不多烤熟了 皮上刷一层明油 刷完再大火烤 终于烤好了 待会儿可以蘸料吃 这猪烤的跟蒋梅一样 乳猪香 虾蟹香 太爽了吧 这个肉好软爽 脱骨啊 这肉相当可以 又软又嫩还有味 这虾还有一股玉米的景色 多放牛肿实在还是有好处的 能互相更新啊 对 看看这个乾坤屑 哇塞 看这黄的颜色啊 有黄的有橙的 嗯 这种骨头 巴掌大的猪腿 最近早饭我妈天天做黄红豆配馒头 现在看见黄色液体有发熟 刚炒了一个好东西 今天给全家赶上赶上伙食 做一个早餐界的霸主 煎饼果子 工具齐全 啥都有 先来做面糊 玉米面 绿豆面 黄豆面 盐白糖鸡粉 碱面13香 都搅匀了 对了这个时候也叫攒量煎饼 感觉差不多 边加水边搅 醒个二三分钟就能用了 搅一个零分蘸料 葱姜蒜炸香 炸干捞出来 黄豆酱 甜面酱 三铁面 露个饼盘 生抽 蚝油 鸡粉 酱料都是咸的 一点盐就行了 锅捞了好充分出味 其他配料差不多了 再准备个薄碎 漆个形状 油温五成热下进去 培根胡椒肠过一下油 水 鸡蛋 再来一个 绞碎 小咸菜 小葱香菜 培根 火腿糖 辣条 生菜 抹点酱 辣椒酱 活脆 哇塞完美 多做几分 根本不做吃 黄金达辣胡辣汤 我也开始吃了 嗯 这真脆啊 酥脆较辣 配上这胡辣汤是相当完美 我早餐要这个搭配 早上6点没有起来吃了 美中补足就是说好的早餐 咱现在已经是晚饭了